世界宗教确实是一家 这就能够大大促进宗教团结 提升每个宗教学习和教育 如果过宗教能把自己的信徒教好 大家真正团结起来 世界就会出现永续的和平 后面介织发扬仁爱天心 共建和谐社会 综合以上所属 爱是人类的共同天心 是人类自性的第一德 其他的德性都以爱为根本而生起 爱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核心 所有宗教的神圣 无不强调爱的重要性 作为宗教传教师和信徒 我们要把神圣的爱表现出来 要爱一切是人 怎样全是人 这就需要回归宗教 爱的教育 录制宗教里头的能力 道德 因果 深陷教育 并且 在各个宗教之间 应该时常往来 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互足合作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一家人 一切问题都能划净 社会 必然 毕然 活性 今天 我们在图文巴 这个美丽的地方 一起讨论这个 真善美的话题 意义非常重大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将图文巴 构建成世界上 第一个多元文化 和谐示范城市 提供着全世界 各个城市 做参考 这是一项 非常伟大的事业 这也正是 今天论坛的主题 所提示的 建立共同的人爱价值观 是每一个市民的责任 基于 我们对建立 共同仁爱价值观的 正确认识 并且 从自身开始 朝着这个方向 不懈地落地 相信 我们的和谐工作 会进行的 越来越顺利 相信这个社会 会越来越享和 世界会越来越和平 最后 建筑诸位 身心安靠 六师吉祥 建筑论坛 顺利进行 圆满成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